前几天让一个工友小姐姐帮我拍了个视频,看到成见的时候,她跟我说想把视频销毁,因为她觉得自己在镜头里脸太大了,简直就是黑历史。 以至于她还在朋友圈立了gate flag不受下来,以后都不拍照了,但这其实不全是因为脸胖,她在视频里显脸大,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发行不对,哪怕本来连很小的女明星,也都有上镜显脸大的时候,除了镜头,有横向拉伸的效果之外,可能就是发行惹的祸,像一不小心就容易肉肉脸的刘亦菲, 如果把头发弹起来,或者弄到耳后就容易显胖,但是把头发放下来,做一些波浪脸就会小很多,再比如说躺烟,她是属于身子很瘦,会显得头大的那种,早期她都很喜欢留很贴头皮的发型,就会间接造成脸大的视觉效果。 但是现在她的发型,无论披着还是扎着,基本都会在脸的两侧流出一些头发,看起来比例就好多了,所以说,脸大不一定是胖了,很有可能是发行的过,同样,发型也可以改变脸型。 只要你注意下面这些TT,一边遮脸,一边放耳后,很多人会觉得要用头发把两边脸都遮住才显瘦,但其实是错的,因为把脸全部遮住,会显得很没精神,而且别人还可能知一,你是不是脸胖才遮脸的? 这种半遮半不遮,则能让别人看清你的五官轮廓同时,又制造一些若隐若现的阴影,练在视觉上就会变小,而且这种一边遮脸,一边放耳后,还会显得人特别油然有气质,不经意聊一下也很诱人。 鲁出的耳朵可以带一个尺寸稍大的耳饰,也有修饰脸型的作用哦,二微卷制造蓬松感但是,如果发型太服贴,还是容易选脸的,弄不好也不够了解。 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很多明星,潮人都会选择把短发弄成微卷,一来卷去的弧度挤到了遮脸的效果,再来也让头发显得更灵动,整个人会看起来年轻时髦很多。 但是最好不要小卷,不然分分钟变成奶奶头,极尖的长度差不多两段起伏的弧度是最好的。 三,几缘不停化的发丝,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并不是很爱卷发,还是偏爱自爱一点的效果,那也不能让头发太一板一眼, 看现在很多日系发型都会故意把几根发丝抽出来往多数头发的不同方向微卷一下,做成稍微有点凌乱的感觉,看似不经意。 其实都是精心设计,记得这样的不规则感要稍微分布均匀一点,不能说只有脸两侧哦,从后面看头发依旧是贴在一起的,也不好看。 四,发尾外翘,然后是这两年很火的复古发型,发尾外翘,这种就不需要做出太过凌乱的感觉了。 它主要是靠外翘的发尾,来拉宽视觉的比例,凸显脸小,不过它是可以结合上面三个点的,比如板着大覆着的遮脸法,脸还会在小一圈,比如微卷的蛋卷头,或者几缕不听话的发丝,也会让整个发型更Fashion。 一,板着脸壁拳,遮脸更轻爽显瘦,其实长发的小脸T4也和短发类似,比如这个板着板不遮,很多长发MMB短发妹子还爱用头发把两边脸遮住,半到遮住了你的美貌,还显得有些用种,像现在夏天,不如把一边露出来透点风也是难得的两款,但是呢,也不建议容易显脸大的妹子,把两边头发都弄到耳后, 大面积的露出也容易显胖,二杂头发要在脸两侧留点头发不过说实话,夏天皮头发真的热,出门走一圈就感觉真的刺伤了,但是,如果把头发扎起来,会不会脸大脸小都藏不住了呢?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很多女明星都在用的,就是无论头发怎么扎,都在脸的两侧留出两绿头发,修饰作用也是有的,比如你扎低马尾,可以扎得松一些,让头发看起来就像自己散落的,随形用蓝超好看,如果你扎得比较高,那可以直接留出一个八字刘海, 然后稍微卷一下,瘦脸效果更佳,三,要蓬松不要死她蓬松这个词,无论对于长发还是短发都很重要,但是长发女孩更要注意,因为头发越长,死她的时候脸的比例看起来会更大,但当她蓬松的时候,也会更显脸小,那么如何打造蓬松的小脸发型呢?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卷发了哦,把头发的面积加大了,脸的比例自然就小了,哪怕不是卷发,我也建议你们保持头顶的蓬松感,拉长脸型,也能在视觉上让脸变小,结合上面的两点,大家华,可以跟笔下养子的发型套路,你会发现她很多时候都把头发扎很高,头顶也会弄得很蓬松,就能拉长脸的比例, 接着还在两侧流出八字刘海,又能让脸小不少哦,学会这招,相信很多小仙女小圆脸,也都能变成鹅蛋脸 就算抽准了,纸面,晒骂的规定 感谢观看